马利亚号顿购机现在开始始发 随着顿购机司机按动启动键 马利亚号顿购机的刀盘开始缓缓转动 顿购机各系统运行正常 各参数指标均正常 这意味着孙雪峰团队研发的顿购机 经受住了莫斯科极寒天气的考验 我正准备拍点照片搭回去 中国研发的抗极寒的顿购机 终于成功地钻入了莫斯科的地层深处 从此五条钢铁蚯蚓在莫斯科地下 开足马利前进 中国装备的良好表现 也让孙雪峰团队得到了俄罗斯专家的肯定 从2017年到莫斯科开始 三百多名中国建设者 已经扎根一国他乡两年 宫区旁的这些三层小楼 就是他们在莫斯科的家 莫斯科和重庆的时差有五个小时 莫斯科还是中午 老家重庆已经是傍晚 顾昆强经常趁着午休时间和家人视频聊天 今年五十岁的顾昆强来自重庆 是一名工班长 家里由妻子照顾老人和孩子 一家人的收入主要依靠劳股 因为平时工作忙 来莫斯科两年 他只去过一次市区参观 买了一套很小的套娃留作纪念 和大多数工友一样 古昆强总想着把赚的钱都寄回家 让家里人的生活能更好些 这个工区里住着一百多位工友 视频聊天是他们唯一 未借乡愁的方式 按规定 大家每年都有一个月回国探亲的假期 但因工期紧张 设计师周继林在家只待了两天 就又匆匆赶回莫斯科 等我下次休假了再回去找你 三百多名中国建设者 在异国他乡辛勤的工作人员 在他们看来 唯有更努力的工作 才能更好地回报家人的支持 参与莫斯科新地铁修建的中国建设者们 分别来自江苏 河南 重庆和四川等不同省份 中国人有着世界上最执着的味蕾 为了未借乡愁 食堂里也会定期做些家乡风味 犒劳大家 通常这样的中式聚餐时刻 也会吸引一批特别的参加者 两年共同工作 中俄双方建设者不仅是工作搭档 也成为朋友 经常有俄方建设者受邀 参与中国人的聚餐 中国的筷子是一个文化 讲究协助协调合作 中俄双方建设者 也不断来临 米丘林工区即将迎来一场大考 这让施工团队极为紧张 中国建设者稍后继续 经过两年施工建设 在莫斯科西南部的米丘林工区 工程师们即将迎来 加利纳号顿购机 所挖掘隧道的贯通 两年时间 七百多个日夜的努力 即将迎来最后的检验时刻 薛立强连续几天 守在隧道内排查风险 多年的施工经验告诉他 任何一个细节疏漏都可能酿成工程事故 原来 加利纳号顿购机所挖掘的地段 处在古河道区域 地层内含水量巨大 即已造成顿购机在出洞时 大量泥水随之涌出 导致洞口沉降 这对工程来说意味着严重打击 2019年4月30号 莫斯科天气晴好 加利纳号动购机即将破洞而出 这天早上 薛立强特地换上西装 迎接这一特别时刻 顿购机接收现场 聚集了大量人群 包括俄方的消防 施工监理 以及中俄两国记者 大家都在期待 加利纳号顿购机 破土而出的机动一刻 作为项目经理 薛立强无疑是现场压力最大的人 洞口墙壁已经被凿穿一部分 大量水裹着泥沙 从洞口涌出 很快把汛水池填满 尽管做了充足的预案 但现场水流 还是让薛立强和他的团队感到紧张 这些人在流出的时候 很有可能带走洞口更多泥土 造成洞口周围沉降 甚至还会导致成型的隧道 发生变形 更为严重的 还有可能造成顿购机损坏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 薛立强不断用手机 查看顿购机的数据状况 并不断叮嘱顿购机司机 注意状态 一公分 时刻好 这个要安排好 两个不能同时有干扰项目 都会有影响的 好吧 如果在顿购机出动的关键时刻 水流仍不断涌出 就有可能影响周围吐层稳定 就这样 你看这个水流量还是比较大 推力不那么大 脚接的推力大概对这个整面墙不行 刀盘速度快一点 它在这个圆形的范围 钢环的范围可以 但是脚接不要用太大的力 薛力强在现场紧张指挥着 努力保证顿购机接收地顺利进行 他们一方面等待土层内的水尽快排出 另一方面尽可能地稳住顿购机 使它保持匀速 并尽快在隧道内铺设支撑隧道管壁 避免流水对周边土层造成更大干扰 时间分秒流逝 顿购机能否顺利出动 中国建设者稍后